20分後就麻煩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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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习项目四 卫爆弹演练 108年10月23号下午 不明分子在台北站东南边放置卫爆炸弹 台北值班人员立即通报联合防灾中心 同时联合防灾中心接获围风台北站通报 于商家附近发现可疑的包裹 铁警局通报刑事局侦查第五大队 请求协助处理 联合防灾中心指示 各营运单位铁警局加强监控及盘查可疑任务 事务现场指挥官 自卫编组美车联合防灾中心与警务单位展开警戒 疏散作业 等刑事局政务队抵达现场 展开汇报弹集结作业 联合防灾中心接获围风台北站通报后 立即通报119 铁警局通报刑事局政务队支援救灾 指示台北车站特定区各单位派员搜索 并通过监控器监控可疑人物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 铁路警察局抵达现场 拉设封锁线 台北车站特定区自卫编组 展开疏散救援作业 并管制电梯及电扶梯 被难引导班引导旅客疏散 安全保护班阻止旅客进入事故区 联合防灾中心 现场指挥帮回报 台铁自卫编组已经到达现场进行的远速站 欢迎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 行事侦查第五大队防暴小组 已经抵达事故现场 竿派 逼远速典 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骑士警察局防爆小组人员已经到达现场 防爆小组是爆裂物处理的专则单位 负责北部地区爆裂物的处理工作 防爆小组成员包括带队官一名 处理人员三名到达现场后 首先由带队官了解现场情形 请问发现的时间地点 以及如何发现爆裂物 有无揭霍歹徒恐吓电话等状况 防爆指挥官分配任务后 防爆助理人员一望远近 远距离观察了解歹徒放置爆裂物的情形 在X光透视观察后 主处理人员决定在现场 以延伸杆夹取爆裂物到黑标位置 并远距离将爆裂物现场集结 以排除危害 防爆人员迅速将各种处理器材搬下车 进行器材整备组装 和防爆物的处理工作 防爆人员开始帮主处理人员穿着防爆衣 这套防爆衣是由加拿大制造的EOD9防爆衣 由杜邦克福隆材质做制成 比一般的防爆衣兼顾很多 身体前面并加有防护钢板 这一套防爆衣总重量达30公斤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爆衣 它最主要的功能在于保护防爆人员 处理爆裂物不慎发生爆炸时 和降低爆炸所产生的爆震波 和碎片以及高热等伤害 和有效的保护防爆人员的安全 现在各位看到主处理人员 穿着防爆衣 手上拿着延伸杆准备夹取爆裂物 延伸杆俗称机械手臂 这是在现场处理爆裂物最常用的器材 全场有3公尺 可以夹取5公斤重的装置或爆裂物 整支延伸杆是由7节装备而成 它有特殊的设计 万一处理爆炸时 延伸杆的机械手臂会向外弹开 避免对防爆人员造成伤害 防爆人员在操作机械手臂时 要特别注意 必须轻步迈走 保持平衡稳定 避免在移动过程中 因震荡 导致爆裂物不慎脱落 造成爆炸 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请移植到南英门外 观看防爆小组的集结作业 我们现在在一半的旅意 有时连老板下来 开吹 有时连老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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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有时连老板下来 你也要有时连老板下来 現在終於看到防爆人員手上拿的是 防爆小組自行連搭的飛鏢集結系統 當時利用防爆鼓的大彈的力量 將水變成噴射流的狀態 直接出軌爆流的機構 而且不會把爆流的爆炸 是防爆人員最好的集結工具 現在防爆人員已順利將飛鏢重部位 準備進行停爆集結 各位長官 各位復兵 接下來會有非常大的爆炸聲響 請推打官隊軍補助您的按摩 請注意防爆人員即將倒數集結引爆 準備集結 5 4 3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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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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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